台新闻的独家报道 在高雄有位民众和朋友开车前往台南关子里 回程经过了172线道 原本播放音乐的广播电台突然被盖台 变成了对岸福州的路况报道 让民众很傻眼 担心台湾是不是被统战了呢 不过专家解释这其实是正常现象 可能是对岸电台的功率太强 才会出现盖台现象 台南172线道开车开到一半 广播电台突然转换频道 你没听错广播电台开始播报中国福州路况 让车上民众当场傻眼 越听越不对劲 高雄一位民众骑好晚上和朋友开车去关子岭 回程途中想好好听个音乐 却听到来自中国的广播 感到又心冲冲 那我觉得越听越傻眼 中国那边高速公路的路况 以及他们的相关的交通措施 我们是不是默默被统战我们都不知道 中共他们的那个五孔不入很难讲 还是会有一点担心 其他民众表达看法 但还是有不少人担心 中国无形之中已经渗入台湾 应该没有所谓统战的问题 他对方的那个电台的功率 有开到一定的程度 那在台湾去收到福建的电波讯号 其实算很正常 研究无线电好几十年的郭先生解释 电波传递影响层面非常广 包括电波功率 天气状况和时间早晚都会影响 功率越大 讯号打得越远 而台南距离中国福州大约354公里 只要功率稍微强一点 电台出现 盖台情况其实很正常 高度越高 它的可以收讯的距离一定是越远 情况少见 加上两岸关系紧张 民众难免有点怕怕的 但下次在车上 如果遇到类似状况 可以不用太过担心 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道